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赞的 还是不我的连赞呢 有包赞 我们要 recommended 公屋群性 engaged 今天是十二月欢庆日 我们要干嘛呢 首先庆祝一下AIMO的生日 以及我们穿很奇怪红色的衣服 庆祝圣诞跟新年快乐 切开同样也是红通通的汉堡肉 里面夹的是什么 你姐姐我也不知道 和牛汉堡炸虾这个餐 所以是看不出来是和牛的和牛汉堡了 这一个是烤鸡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这么久吗 对希望它很好吃 不然我就炸掉这个鸡 它已经飞下来了 Hello 我们刚吃完了十二月的欢乐大餐 没错我们十二月 可是有很多值得欢庆的日子 首先呢 第一炮就是杨庆祝 A的纪念 没错 通常我们在生日的时候都会干嘛 我们通常生日的时候都会一起吃个饭 然后再互相无聊的送个礼物 对我们所谓无聊的方式 就是我们会问对方说 啊 请问你今年想要什么的话 嗯 我今年我还没想到欸 真的哦 那我觉得 接下来十二月呢就是要还请圣诞节 大家应该会有很多圣诞节的活动 我可能偏无聊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可能是跟同事交换礼物啊 或者是跟朋友交换礼物啊 就是做这类就是比较少女的事情 少女吗 大概是吧 哼哼哼 也可以啦 也是某城墓上面的少女 对 然后就是某种层面上来讲 也就是耍费跟持交换礼物 但你呢 我通常也是会和同事交换礼物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买一些纸胶带 所以那你的纸胶带买 应该都是圣诞系列的 当然不是啊 就是一般我想买的就买 然后再来做一些圣诞节卡片使用 所以用一堆跟圣诞不相干的 来做圣诞卡片 然后我记得你今年好像也是会做事 对 其实我一年会做两次的卡片 就是在耶诞节还有新年的时候 哦 我知道 因为我每一年都有收到 强迫收到 对 而且是 里面没有写任何内容 我单纯只是想要分享而已 12月欢乐月的最后呢 就是以跨年为重点啦 我本身就是有点老 因为一年年纪开始 我就没有再去外面跟人家跨年 我之前也有去朋友家过来 但我最近的活动 其实我会在家 打开连线韩国的跨年节目 然后我会比台湾人还要早提前一个 中头过我的新年 然后我就睡觉 然后就跟人家会看日本的红白 是这样的 对 就是看那个歌舞 歌舞完了之后呢我就睡觉了 我的话就是如果是2月31号要上班的话 晚上回家就看看电视 或是跟表弟聊个片之类的 再去睡觉 那如果是1月1号要上班的话 那就是可能还没12点就先躺着吧 对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快的见不在那边 就是我忙我的他忙他 对 我一定很忙我们在同个空间里面 这是我们更多彼此的事 对 就是我们就是回购一个文具的关系 12月呢就是我们这个欢庆月 年末的时候就是要爽爽的活 但我想说大家心目中的欢乐月 是不是和我们一样是充实的12月呢 还错 12月这样看下来其实还有还蛮多的节庆 或是活动可以去做 相信大家应该也过得挺太冷的 我总统一上的想生气了一样吗 对啊 因为我1年才做3张 现在33了 33 33 双下巴在这样 哇 超爽 我刚刚一直以为鸡肉在哪 结果它其实是在下面 从开始的时候以为真的 那我们2019年的最后一支影片 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 2020呢也要请大家 就是说直交继续感想起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说的话 都欢迎给你留言咯 绝对 绝对要记得 订阅按赞和分享也许呢 那我们就跟您一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